在7月至9月里面 两地的部门深入情报分析和风险研判的工作 迅速锁定了两个的走私集团 展开了深入的调查 在行动期间 两地是合共清破了三宗的走私龙虾案件 拘捕了13人 全部是男士 年龄是25至61岁 捡获了5300公斤的怀疑走私龙虾 市值是大约420万港元 走私集团首先会在澳洲以空运的形式 输入龙虾入香港 然后就将它储存在一些储存仓 等到时机成熟 它们会将这些龙虾 偷运到岸边 例如大澳或者长沙环的岸边 再以渔船或者快艇 高速分发去内地 偷运到内地 内地在去年的10月 对澳洲龙虾进行了更加严格的检疫措施 再加上澳洲政府在11月停止向内地输出龙虾 所以澳洲龙虾在内地就变得非常之短缺 面对着内地市场对澳洲龙虾庞大的需求 走私分子为了逃利 不惜千方百计是会将龙虾偷运回内地 香港海关在10月12日就采取了果断的执法行动 突击搜查了10间的龙虾进口商 拘捕了7人 涉及未有申报的龙虾重量 是高达228吨 价值是高达1亿8千万 大部分是在新检疫措施之后 是才进口澳洲的龙虾的 我们相信其中 大部分都是一些没有实业的空壳公司 在一家来说 是最多曾经漏报过109吨那么多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况是非常之不尋常 刚才也都说过了 一些的龙虾入口商 在未实施这个措施之前 是大概维持在50间左右 现在措施实施之后 现在我们看到公司入口龙虾的数量 是大幅上升的 是大约去到80间左右